蘇嘉全的農舍議題持續延燒當中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連日間昨天踢爆 國民黨立委鍾紹和也有豪華的農舍 今天他更會同了高雄市政府的官員 前往鍾紹和的農舍去勘察 不過因為沒有事先發文通知屋主 所以是不得其門而入的 甚至還被當地的附近的農民嗆瞎 而鍾紹和本人今天則是強調自己沒有違法 不過為了社會的觀感 他今天主動拆除了圍牆上的裝飾瓷磚 國民黨立委鍾紹和被爆料 也有占地擺平的豪華農舍 週四鍾家立刻找來工人 把圍牆上的裝飾瓷磚敲掉 鍾紹和表示這座農舍是自己的住家 不是豪宅 為了社會觀感才會立刻施工 我個人覺得沒有法律的問題 但是就是怕說影響到一些社會干管不良 而踢爆豪宅的民進黨高雄市議員 連立堅則是會同市府人員前往現場勘查 不過因為沒有通知屋主 按門鈴也沒人開門 最後只好在門外看圖說明 議員質疑中少河的農舍有高大的圍牆 還有疑似加蓋的鐵皮屋和水塔 卻沒有申請雜項執照是違建 但是這座農舍興建於民國八十三年 可是卻要到民國八十九年農發條例通過之後 民國九十年才有農地興建農舍辦法 其中涉及新舊法適用的問題 所以監管處和農業局人員都無法立刻判定 農舍到底有沒有違法 導致附近農民不滿農舍問題 不斷被炒作 前來嗆瞎 農民擔心農舍檢驗標準越來越嚴格 自己也得拆房子急得跳腳 而政治人物則互相爆料 爭取曝光機會 農舍爭議短期之內恐怕還無法落幕 記者鄧翻陳幸坤 高雄報導